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部全国通用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 1961年做了修订 同年编定的全国大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中 武术列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体育课教学内容 实践证明在学生中进行武术教学 可以使学生的身体得到锻炼 同时也陶冶了意志品质 道德勤操 通过习武 除了健身 防身外 主要是教学学生们如何修身 如何做人 到了八十年代初 国家体委在提出武术走向世界的同时 又提出要协助国家教委逐步把武术纳入各级各类学校体育课程中 这样武术在克服了诸多的困难和障碍后 终于进入了各级各类学校 成为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期间 一批武术专业的毕业生陆续地走出校门 走向社会 进入高等学府 到大学任教 充实武术教学力量 我的学生李世信 陈家珍 裴景珍 赵玲等人 先后到北京大学 北京医学院 北京航空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等学院 从事武术的教学工作 这些学校很快掀起了武术热 1982年 李世信所在的北京大学 率先成立武术协会 开了大学生有组织的习武健身的先河 他们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北大校党委 团委和学生会的大力支持和扶持 我高兴地参加了北大武术协会的成立大会 进入八十年代 一大批优秀的武术运动员 如徐向东 丽小平 李延东等退役了 以往 他们这些人多是改行做其他工作 如今 他们走进大学课堂 继续深造 不仅带动了高校武术运动的深入开展 而且 对提高武术队伍的文化素质 改善武术界的知识结构起到重要的作用 武术进校园也是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让我们一起为武术的发展做出贡献 谢谢 请继续关注《门杆红读书》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